春天的早晨 灿烂的阳光把山抹上一片温馨的鹅黄 崩石坡上的棉板岩细片也渐渐地反射着白光 台湾高山杜鹃与玉山杜鹃 台湾马醉木选在梅雨时节怒放 吹奏出声势惊人的交响乐 唯有懂得山林协奏曲的人才有机会领赏属于那个世界的梅 山壁裸颜碎屑间冒出很多很多娇艳的高山花卉 在温和的阳光中向蓝天微笑 桃红色的枣田香叶草 玉山石竹 蓝紫色的高山山沙山和高山山萝卜 金黄的玉山金丝陶 和玉山佛甲草 和玉山佛甲草 中午的阳光赤烈如火 在地势稍缓而干燥 由玉山建筑与高山芒所组成的南向草坡 玉山硬碟停漆在阿里山记上 高山兰花与各式龙胆 从草生地的间隙里钻出来 挺着娇柔的身躯 含着淡淡优雅的清香 在草生地上展现独特的气质 花的清香飘散于风中久久不散 如果高山夏天缤纷的色彩是华丽的乐章 那么秋天的玉山建筑草原 像是夏日阳光的余晖 而冬天的冰雪就是寂静的颜色